就是以理論來講 我們去做這種動作 其實有點像 大家有去電療過 就是它那個是被動的收縮 這是主動性收縮 就是讓你的肌肉 是收縮的狀態 對 對 那其實我們 不用這麼複雜 你就是單純的聳肩 聳肩就好 對 你聳肩 一直聳到你很累 然後當你放下來的時候 對 它真的有一點 鬆筋活骨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睡眠 睡眠睡得好不好 它有一個很大的環節 就是頸椎 你的頸椎如果太直 或者是你的頸椎 周邊的肌肉太緊繃 它都會影響到你的睡眠 會讓你變得很淺眠 或者找不到舒服的枕頭 或者是經常落枕 這些都很常見 那我們如果說要 希望能夠一夜好眠 很重要就是你肩膀 頸部這邊的肌肉 是要是放鬆的 對 所以我們這一題的正確解答是 其實是圈耶 好 加油 太遠了 這樣很靜靜 這樣很靜靜 聳著這樣 然後之後放下來的時候 會很好睡 我覺得這樣好累 其實你們現在開始 就是可以一直聳肩 然後到節目結束的時候 大哥 還沒錄完喔 還沒 是不是 對 那如果說你還是想要 讓你的頸椎這個地方 是比較舒服 比較鬆的話 另外一個方式是 我們現在大家都低頭足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去做反方向的動作 所以頭往後仰 當你頭往後仰 然後之後你的下巴往內 壓進來 像壓雙下巴一樣的時候 你會把你後頸的肌肉 延伸開來 真的 有耶 對 去做這個動作 在睡前 你也可能就秒睡 真的耶 就是有拉到這一塊 這塊肌肉很少去拉 我跟你講 我教大家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我最近在教學生的 就像你現在坐的那邊 這根基督觀眾朋友 請問你跟著一起坐 你看 把手臂夾緊 夾緊 夾緊 用力 夾緊 然後往後拉 往後拉 擴胸的感覺 放鬆 有一點手緊 對 然後再往後拉 但是你手不要開 手不能開 對 手不要開 往後拉 你夾你的後背肌 對 你夾你的後背肌 你的肩頸就會 後三角肌 是不是 對 它就自然停起來了 對 但是記得你手不要開 十五個 十五個 你試試看 十五個 我說兩個 我有點六 我光聽到要做十五個 我就想睡了 這個不是 這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手機真的用久的話 對肩頸是有幫助 因為我們廠商都會這樣低頭 對 所以這個動作一定要有 可以做一個肌肉的伸展 而且這樣背部 也會比較有力的感覺 對 可是我其實有聽過一個 就是可以 就是讓睡覺變得比較好 睡 馬上就睡著的方式 就是 吃蛋 吃蛋 然後它不是 不一定要在睡前吃 但是它就是說 蛋可以幫助你 去重新的調整 你身體裡面的作息 生理作息 然後就可以讓你 晚上睡覺比較好入眠 其實答案是有效的 對 對 為什麼 吃蛋是有效的 對 因為其實 而且不一定要在睡前吃 而且如果你在睡前吃 可能還會影響到睡眠 因為你可能要消化食物 對 所以其實你在早上吃 或中午吃都可以 對 因為其實像蛋 它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 然後我們睡眠跟一個賀爾蒙 很有一個重要的關聯性 叫做 退黑激素 對 然後這個蛋呢 裡面就含有非常豐富的 色胺酸 色胺酸就是做成 我們退黑激素主要的原料 是這樣喔 對 所以當然 那不是不能太早吃嗎 不會 因為其實人體 你要消化 它要慢慢作用 對 蛋白質 你從食物 就是蛋白質 然後分解成生態 胺基酸到吸收利用 再去合成 是要時間的 所以就是 不會今天是在睡前 就是你從早上就可以吃了 如果 一次吃半斤 還是什麼 我連他雞都吃掉了這樣 雞沒有用啦 沒有 如果你的血脂是沒有問題 你是健康的 其實你吃兩顆到三顆 都沒有關係 對 這是有前提的 要注意自己的血脂 譬如說你有沒有擋固唇膏 你有沒有不好的擋固唇膏 這個一定要很在意 如果說你是這兩個膏 但是你還是吃蛋 其實這樣子就是不建議 而且睡眠 我們還會就是聽到說 要放鬆嘛 其實放鬆跟我們的鈣離子 有關係 鈣 對 那蓋我們常聽 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叫做美 對 這美常聽 可是它主要的來源在哪裡 譬如說像我們肉鯨魚 就是台語叫做 就是小小一條小的魚 對 那其實它的美含量很豐富 而蔬菜裡面就是譬如說 像空心菜啊 菇菜 一種魚 然後紅線菜 這些裡面它的美含量都很高 所以你如果就是早上蛋 然後再搭配這些蔬菜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幫助你晚上 很好入睡 所以你們有失眠障礙的朋友 要把這一招學起來 因為其實還滿簡單 就可以達到的 對 而且這也是營養的一種均衡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我們的懶人招式 還有哪一招呢 這個真的很想學 一個動作可以 受全身 來看一下 一個動作 受全身 這個動作呢 可以幫助鍛鍊到 腰 背 手臂 以及腹部等處的肌肉 也可以幫助這些地方 更加的緊實 剛剛這個我們竹竹做的這個動作 他說一個動作就可以讓全身都瘦 你覺得可信嗎 來 請舉牌 我們 妳說一下 你們心裡面有沒有一點念頭 是希望 潘老師把教室關起來 妳是我們會幾天 我就是要把他把教室關起來 一點點 還是妳教室本來就要關起來 我跟你講 如果是OK 如果真的是對的 我就把教室關起來 但是如果是錯的話 你們三個不要來上課 沒有 對不對 絕對聚收 加我們 沒有啦 因為他練到核心肌群 妳整個人是挺起來的 對 我這邊會一直用力 對 屁股也要夾 這邊用力妳全身 妳屁股要夾 對 對 然後這樣還滿累的 然後肩膀也在燃燒 1.1.2 0.3 我現在瘦0.5了 沒有 有用的 好 那我們就請這個邱醫師 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因為這關係到我們 潘若迪老師的教室 到底要不要關起來 所以我們正確解答是 答案是錯 好險 來 好險 恭喜各位 好險 但是 你中生免費 一定要 中生免費 好不好 邱若入股 好 邱醫師為什麼答案是錯的 我們都感覺這動作很累 對 而且全身真的都有用到力 其實剛剛那個動作是很像 伏地挺身反過來做的 對啊 很像軸撐反過來 那什麼畫面你們有看過這種動作呢 就是以前你們看那個 大法師嘛 大法師嘛 大法師都掉了 我看就掉了 好累喔 蛙人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這樣撐嘛 撐起來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動作呢 它鍛鍊到是手臂 背部跟大腿的肌肉 那就有啊 但是我問你 大哥 你如果做這個動作 你有辦法持續超過三分鐘嗎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三分鐘 潘老師就關掉教室 如果我持續三分鐘 潘老師教室會關起來 你其實現在要關我屁事 三分鐘關我 要是關門 莫名其妙的 你先說那個剛剛那個動作 那我們計時一下 對不對 身體要離開地面 好 開始 加油 想一想看 教室要關了 教室要關了 你為什麼不掉了 教室關起來 老師換腦充血了 拚下去 現在才過十二秒耶 對啦 下來了啦 好可怕 撐不了 很帥 你看不到 很累嗎 主要不帥 這個肌肉的運動 如果超 你無法持續超過一分鐘 就要很用力的運動對不對 這種運動是在什麼 在鍛鍊肌力 所以你看 如果你說要受全身 這個動作反而是讓你變壯 你的肌肉 你的背肌 很簡單吧 蛙人有沒有很壯 很壯 蛙人有沒有纖細的 沒有 因為他就是做這種動作啊 這叫主力運動 對 他不會 肌力訓練 對 主力運動是把肌肉練大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用這個動作 來瘦全身 其實應該怎麼樣 在下面墊一個瑜伽球 輕輕鬆鬆地反覆做 可以做很久 持續二十分鐘這樣做 這樣才有可能讓你燃燒脂肪 對 是這個概念 那大家總是有自己的一些 瘦身的方法 畢竟我們都要上節目 還是要保持 有 大哥 你有胖過嗎 我胖了快十五公斤 我看你其實手腳瘦瘦的 對 但是我肚子跟臉都是大的 因為我最近有經營餐酒館 有時候吃飽或是小酌之後 你還是要有一些 可以秒瘦身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聽了一些 偏方 它就一個動作 在吃飽後 做一個動作之後 它就可以瘦 它就是你吃完飯有沒有 比如說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這樣側躺 然後你要右邊 然後用 然後把腳抬高 墊在一個東西上 十五分鐘左右 因為你肝臟在這邊 它就可以在這邊躺下去 代謝 整個就下去 這個動作 真的比剛剛的 可能我們來請問一下 簡宗界最有權威的邱醫師 如果我這一招沒有用 我先順便 我還把你一個酒館給關起來 我先順便這個動作 跟潘老師沒關 對 所以答案是錯 對啊 為什麼 聽起來就很沒道理 來 我跟你講 第一個 肝臟的血流會不會增加 跟你的知識影響不大 如果姿勢會改變血流很明顯 那我教你一招 你每天唸導力 你就智商一百五了 你腦部血流會改善 有道理 沒有可能嘛 對不對 再來第二點 你們都忘了一件事情 我們吃飽飯以後 血流會增加到這個肝臟 是因為腹膠感神經作用 血管擴張 要把腸胃道吸收的營養 送到肝臟 送到肝臟是在做什麼 不是在燃燒脂肪 是在 會增加反而合成的東西 是越多的 越胖 對 所以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真的說 你吃飽飯以後 要讓消化或者是讓你 要走路 燃燒你的脂肪 對 走路還比較好 去散散步 讓腿的肌肉幫你 那最少要走多久呢 哪個 就是走路啊 走路走多久 三十分鐘這樣 散散步這樣子 就會有效果 速度就是有一點 心跳加快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 走到心跳加快 後面有人在跟蹤是不是 那有保衫衣服 再改衡衣服 真的 都是邊走邊想一些 害羞的事情 好害羞 好害羞 要擺核花 要擺家裡 大家為了要減肥 搞得好忙 真的 有很多的方法 都是邊沾大 要來泡派 等等 我們來泡派